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唉,上了年纪了,骨头朽了,腰背痛,起床翻身还特费劲儿,腿脚也不利索,走路腿打软,两层楼都爬不上去了 这是邻居王大爷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人都感觉自己的骨骼已经大不如前,稍微走一段路就感觉疲累,干活也总提不起力气 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年龄增长而导致的骨骼老化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补钙汤,每周坚持喝两顿,补气血,通筋落,撞筋骨,强腿脚,身体越来越健康,精神越来越好,走路健步如飞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大米,缺钙是一个流行疾病,通常会导致骨质疏松等健康问题 而大米作为一种主要的食物之一,如果适量食用,可以为缺钙的患者带来以下好处 1.丰富的营养素 大米中含有多种重要的营养素,包括糖类、蛋白质、脂肪、纤维素和多种微量元素等 这些营养素可以为缺钙的患者提供全面的养分支持,促进身体健康 2.低脂低热量,大米中脂肪和热量含量相对较低,而且易于消化 因此,即使缺钙的患者需要控制饮食,也可以适当地食用大米补充能量,以维持身体机能正常 3.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大米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这些营养素能够为身体提供能量,增强代谢功能,促进钙的吸收 因此,适量食用大米可以帮助缺钙的患者恢复健康 大米洗干净,泡发5分钟,再来准备两个香菇 香菇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 其中,香菇富含钙元素,每100克干香菇含有大约600毫克的钙 钙是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之一 对于骨骼、牙齿的生长和发育、神经信号的传递 肌肉收缩和血液凝固等重要功能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缺乏钙会导致骨质疏松、异骨折、牙齦出血、神经异常等症状 因此,吃香菇可以增加人体摄入钙质的量 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元素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骨骼和身体的正常功能 我们把香菇切成小块,再来准备一根胡萝卜 胡萝卜是含有丰富矿物质 维生素和养分的蔬菜之一 它对缺钙有以下好处 1.有益骨骼健康 胡萝卜因其高含量的维生素D可以帮助吸收和利用钙质 从而有益于骨骼健康 2.防止骨软化 胡萝卜中还含有维生素K 这种维生素有助于防止骨骼软化和骨折的发生 使骨骼更加坚固 3.增强免疫力 胡萝卜含有一系列的天然抗氧化剂 如β、胡萝卜素和类胡萝卜素等 这些成分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并预防多种疾病 4.改善心血管健康 胡萝卜中的大量纤维素可以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血脂的含量 从而保护心血管健康 预防心血管疾病 5.促进消化 胡萝卜中的纤维质可以帮助消化和排便 并缓解便秘等肠胃问题 我们把胡萝卜切成片 再切成丁 再来准备适量小米 小米中富含丰富的钙质 能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营养和能量 带来很多好处 下面是小米补钙的好处 1.有助于增强骨骼健康 缺乏钙元素会使骨骼变得脆弱一碎 而小米中所含的钙元素可使骨骼强壮 增强骨骼健康 2.有助于心脏健康 科学研究表明 摄取足够量的钙能够降低血压 提高心脏健康状况 3.有助于减少肿瘤发生 缺乏钙元素会使身体容易产生有害物质 增加罹患肿瘤的风险 而小米中所含的钙元素有助于减少肿瘤发生 4.有助于身体健康 小米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 能够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和能量 使身体保持健康 再来准备一小把青菜 几乎所有的绿叶蔬菜 比如菠菜 韭菜 油麦菜 西兰花等等 含钙量都不低 青菜是常见的蔬菜 研究发现 每100克的青菜中含有75毫克的钙 适当进食 有补钙的作用 除此之外 绿叶蔬菜中 还含有促进血钙变成骨钙的维生素K 和促进成骨细胞生成的矿物质酶 他们都是补钙的好帮手 我们把青菜洗干净 切成段 接下来 我们把所有食材全部倒入锅中 加入适量清水 先开大火煮三分钟 再开中小火煮二十分钟 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小安每天都在用心教大家做养生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辛苦大家了 二十分钟时间到了 我们看一下 一道美美的补钙汤 我们就做好了 食材简单 效果显著 只需每周我们吃一次 就可打通全身经络 骨骼越来越强壮 走路有劲了 爬楼不累了 好了 朋友们家人们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平安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